哈囉大家好我是龍火球 這次的影片是我之前去雲林找我姐的時候 那他的車爆胎了 所以說我幫忙把車子開去補胎 那補胎還補的蠻便宜的 只收了兩百塊呢 整個輪胎拆下再裝上去只收兩百塊 比換摩托輪胎還要便宜呢 那我就稍微把這個紀錄了下來 給大家看一下影片啦 短短的一下而已 就是 赤道的鐵片 我們在這裡啥 我們在這裡啥 那我剛換好輪胎了 那只要兩百塊超便宜的啦 這裡太便宜了吧 他把整個輪胎拆下再裝回去耶 居然只要兩百塊真的是 便宜到有剩好 也順便請老闆幫我把輪胎都灌氣了 那這樣應該開起來就可以更輕快了啦 那那就先回去給大家看一下 補好胎是怎麼樣子好了 再跟大家講一下那個他是怎麼補輪胎的 那我現在補好輪胎了 那跟他老闆是什麼補輪胎的呢 那首先他先做個記號嘛 就是 氣嘴的地方跟那個破掉的地方都有做記號 然後再把輪子拆下來 然後用拆太機把輪子拆下來 之後再用一個黑色的東西給他貼上去 然後再貼上去等一下之後 再把它裝回去裝回去之後 灌氣之後再用測試一下 他會不會漏氣 然後就可以把輪子裝回來了 講起來蠻簡單的 那老闆做起來其實有點複雜 他還有很多細節啊 像是他塗一個什麼藥啊 還要先把那個上面磨一磨磨平之類的 然後還要先找那個相對位置 還有把輪胎擺起來怎樣才能比較好用之類的 總之會有一些細節的地方 我是沒有講清楚啦 但如果我來做的話應該還是可以 但是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快 或者是有可能會失敗 大概這樣吧 好那這就是這一次的補胎 而且超便宜的 補胎比畫輪胎便宜是什麼概念呢 就讓大家來看